今天上午 白礁海卢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师范区创建工作启动 董门区白礁海卢产业发展迎来又一里程碑 此次保护师范区启动建设将以高标准建设 高水平保护 高效率运用 高质量发展为原则 从强化用标企业与品牌培育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促进白礁海卢地理标志全产业链综合效益提升三个方面着手 力争打造全国地理标志保护师范精品和样板 让白礁海卢这条致富于游得更远 游向更加广阔的市场 现场 五家鱼制菜企业代表上台签署地理标志企业自律承诺书 以高品质产品促进鱼制菜产业健康成长 从洋来的就是讲当的开辈 我们还能不能做私生产品来体现给消费者 让白礁海卢有另外一种体验 尤其我们这些用标企业真的要珍惜这个师范区的荣誉 要珍惜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要把它用好 要保证它的质量 保证它的出品 按照三年筹建目标 白礁海卢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师范区到2026年底 白礁海卢总养殖面积将达3.9万亩 总产量16万吨 产值40亿元 全产业链产值达200亿元 白礁海卢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者数量达区域生产者总数的80%以上 辐射带动全区8万多农民就业 目前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正在积极推进大湾区农副产品的标准建设 助力省内优质农产品走进湾区市场 为大湾区居民提供高质量农产品 其中 白礁海卢具有建设模式和改革举措等示范效应 珠海台报道